风水真经 恭请 王蝉老祖报告 王蝉老祖鬼谷先师圣诞3月26日 至心归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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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罗道长 上界先翁 玄宫洞彻 补造化阴阳之书记 道学高超 得天人性命之密傲 云梦山头 炼丹采药 水帘洞里 洗碎伐毛 正经刚不坏之身 修欲尽长明之性 神机妙算 盼人间之吉凶 先述经为 消世上之灾结 慈悲敏事 功德齐天 明传经古 道辩三千 灵晨凡 迅风咒语 开人绝路 诗语路 解罪消遣 化物生机 大慈大悲大怨 大德大人 大罗天界 穷枭玄境 王蝉老祖度人就是 富阳妙道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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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金赞 弥罗上界 玉局金仙 公参造画法玄玄 神力更无边 道果修园 恩光照巴山 大罗天界 穷枭玄境 王蝉老祖度人就是 富阳妙道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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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金济 云梦青山上 微微道气高 凡尘诗语路 苦海尽波涛 降福垂恩大 消灾化劫多 先班名助列 旧事不辞劳 赞约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亦出天下定太平 师逢 风水学义法 世间正邪之说分云 终无义法可循 众等天人 皆为风水学义法 苦恼不已 耳识 大罗天界 鬼谷先师 玄丰永正天尊 王禅老祖 在大罗天界之境 知晓末法时期 世间人等 皆为风水学之法 争论不休 山头门派 自立为王 只众名利之真 而为在潜心研究精进 甚至遗物众人的幸福 安康 造成人间不幸的悲剧 偷盗 杀业 诈欺 怨恨 吸毒奸淫 妄语 道人债务等等 纷争不止 人间的乱象 实令诸天界 圣神佛菩萨 燃起了悲悯之心 十 鬼谷先师大慈大悲之心 得中天玉皇大天 福西事 太上老君及诸天圣神之所托 请鬼谷先师 道驾凡尘 解救众生的苦难 将风水学正法 参合佛法融会为一 广为众生说法 以便脱离苦海之境 鬼谷先师云 风水庙法乃是科学 天文学 物理学 医学 家庭学 健保学 环境保护学 道学 理学 电磁学 等的大集合 是至高无上的大庙法 并非怪力乱神 妖言或众的邪说 世间的时师及天人 是不可不知的 鬼谷先师云 学医不经医死亦人 风水学不经则 医死亦足 幼云 学到有成 才是大慈大悲 幼云 学法者是保护自己 不造业 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 人人如此 天下必太平 幼云 风水之学 可以救人心 救化社会 普利天下众生 使其理苦得乐 幼云 家无合乎正法 必有不安诸隐忧 幼云 悟道者 风水是正法 为悟者 指风水 是邪法 幼云 三分命运 三分行善 三分风水 风水离道心 必有缺陷与缺德 幼云 风水是佛家空色之不二法门 风者空 水者色 空者思想积极 光明 精进大智慧 色者行为 物质 实践 行道 慈悲心 幼云 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 万物无风水 必是枯失无生命 人之呼吸即是风 人之血脉即是水 是人居家要有风与水 风水调和居家安 一家圆满光明又幸福 事业昌盛子孙代代有光明 事人常应居家风水不如法 人丁破败 事业不顺 家出不孝子与习 乱成贼子乱人伦 幼云 为官衙门风水好 君臣不属相尊敬 百姓官民皆称宜 盈利事业诸建设 风水如果有如法 百业兴旺立社会 幼云 王侯江湘泛夫走足皆世人 若无如法居家好风水 必难保有安康与幸福 世人若不幸 可参利代发达为名服务大善人好风水 今日解说风水 对人与万物之利害点 普愿世人 正性宇宙风水大妙法 必可建立人间佛净土 诸天圣神天人等 新闻此开示 皆能由衷地称赞 妙法宝贵 世人难知欲 父亲鬼谷先师下凡尘 广为公开传妙法 收徒救度苦难诸众生 教导有缘弟子 殷勤修情习一经风水学 普利众生离苦得乐 化解凡尘人间之仇恨 斗争相互残杀等心念与行为 同集风水来妙法序愿 席园与戏园 知恩感恩报恩 而达到社会之祥和 皆是诸天圣神天人众等之心愿 然后建设祥和社会佛净土 共同安心修行参佛道 同正菩提悟大道 鬼谷先师大慈大悲 人须与鬼害年天运 时机正成熟 奉法指于中土台湾 创建医药社 传授一经风水妙法 广结众善缘 开启众生心灵苦恼因 广建众生心妙一万殿 同正风水妙法不可言 诸天天界圣神天人等 普建风水妙法之精傲 亿万年来世上真难有 正宴风水之妙法 不离心法大调和 世人若悟风水及法界 不难出离三界正菩提 父亲鬼谷先师大慈大悲 开启方便门 传法简明真理为宗耀 不须咬文嚼字卖文章 防止实施误己义误人 以免弄得世间乱糟糟 鬼谷先师赋云 正法一出天下见太平 妙法再出众生皆得度 今日正法传世间 普音广流传 不得私心密不传 事故命混缘禅师 依止传妙法 著作经书传世间 共同建设 清净人间佛净土 耳识 诸天圣神天人等 皆赞叹鬼谷先师 大慈大悲心 父同赞曰 阴阳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亦出天下定太平 鬼谷先师 即在大罗天界法云上 献慈悲法香 为天界慎众天人等 开示讲解风水大妙法 云 混沌为开阶无名 万象聚空寒太极 因缘和合身两仪 两仪四象成八卦 八卦八方六十四 六四六摇三八四 万元生化无量数 众生历节无量数 节节飘尘落苦海 此事虚空天地数 宇宙如是地球亦如是 虚空尘埃所成亦如是 人生亦如是 事故悟道者众生无量 天地数亦如是 故名众生皆平等 太极之中聚存二真气 一天一地 一日一月是未亦 亦者阴阳也 日月上下左右前后来往善恶 正邪你我平复贵贱贱好坏 是非皆是相对相调和 事故意之道原本是空无 空无是性是中道 中道者真气 气者阴阳二气 二气之间有五行诸相 故宇宙虚空之原本灵体是真气 是佛心 是天心 是道心 故真气先天具足 故道曰 二五够今生万物 万物如是 人亦如是已 阴阳二气 因缘和和生有人 人身屈肉 本是地水火风似甲合 原身则有人 原尽则人灭 万物亦如是 万物者包容人之居宅也 人为灵场有灵魂与意识 自主之心而存在于世间 但人是宇宙虚空小尘埃 生灭无常 为心长存不生不灭 生命永恒 人有善心 并与万物相调和尽天直 人与意道形成本一体 意道挂窑与人体时相合 故曰 前手 昆腹 正足 顺骨 坎耳 梨木 更手 对口舌 佛有法相 佛身藏八卦 人有人相亦如是 乌有乌相 众身有众身相 相由心身 心者何也 心者觉性也 有觉知的本能 平衡中道点 佛有心 人有心 乌相亦有心 人物若离中心即失调 故乌相及胸或福 亦由心起 义者混元之本心 乌宅之身若离心 居住其心偏失而不定 故有吉宅居福人 失调之宅凶获见 人生乌相之道应赫和 甘位居家后靠山 坤的屋前大广场 砍水左手明青龙 离火凶悍是白虎 青龙移动白虎近 玄武后山更宜高 坤的朱却宽广好吉宅 乌宅中央明乌己 乌己是心义是道 义明太极图 太极之中有阴阳 阴阳反复心不定 吉胸或福看四方 青龙白虎玄武朱却 一和一挂真妙礼 的体如法吉是吉利宅 尸体凶事或事不断来 吉胸或福德师之中道 全靠自修禅定方正德 吉宅气旺气流顺 何家平安又聪明 凶宅气衰气不顺 一家病魔多招灾 奉劝世人应理智 风水妙法般若智 逝者何家皆平安 切莫自傲来供高 此将误人误自己 鬼谷先师又开世云 屋之左方是青龙 一高一栋有贵人 乡称尊贵在青龙 青龙有利贵人住 宾客主仆各得位 夫妻恩爱皆相敬 父慈子孝家何乐 青龙高贵有智慧 全家心念聚光明 君臣创业见昌盛 白虎之方是凶神 最继高抬又前方 宾客七主食劫财 家中老少更不和 主仆相见如仇人 下饭上来最难缠 家中刀光及见影 多灾多难血淋淋 世人不知风水经 只怪神佛无灵不慈悲 真是佛祖有口难说清 任由众生凡夫多责怪 类此案例无法来计数 事下实施以自修 免害众生不堪言 诸雀之方是口舌 口舌有病心量小 见识肤浅不信风水经 避免家门前多乖 远离铁塔及墙角 屋挤屋脚对着门 有如刀砍入家门 家中大小血光不停流 更寄朱雀喧哗闹声 口舌针送官司禅不停 今年类月或是不停息 方有世间诉讼禅今年 玄武之方后脑位 山高有靠出望丁 山高丁望空丁须 山高有气出英豪 富贵显达出状元 皆皆居宅须注意 玄武向陆醉即冲 财空脑空又朦胧 鬼谷先师又开世云 玄武 青龙 朱雀 白虎四正位 各旧本位不相反 一家圆满幸福必无疑 四正外局全美无缺陷 家内家外保安康 家中堂内看门路 床造 神听 应如法 否则大小轮流灾病永难除 二十 诸天界圣神天人众等 其赞叹约 天理大道庙圆融 可惜世间早失传 今日鬼谷传妙法 普愿众生皆得利 善哉 善哉 鬼谷先师欢喜新大悦 虚空献出缤纷云霞大连坐 十方天界圣神天人等 端坐云霞连台上 静心听闻真妙礼 鬼谷先师父开世 夫生若地基 道则如大下 地基若不顾 大下亦难载 若不知其法 焉能可载道 犹如何无法 怎能度众人 唯愿修真事 悟入左旁门 正道使所趋 若要正圣成真则无难 人之居家道基最重要 基处不稳又轻浮 难见及宅多灾央 宅基及凶看主人 有修基得上天必刺及的在眼前 家宅基处已稳固 靠如泰山坐如金龙椅 其必类是大善人 方有今日好福报 是人欲的真福地 当下励志多行善 夜境福报随时灵 此事自古传至今 万丈高楼从地起 地基安稳住高楼 楼楼宽广如宝殿 共佛公主家仁安 宅有门路内外开 外门白虎寄高楼 青龙高楼是吉神 龙高贵人才神道 白虎昂头乱人伦 外门路冲有吉凶 路大广场练操兵 路窄一箭穿入心 好坏吉凶随感应 内门是侯外是口 外门口夜已勤修 口若不修网为人 或福之源口当头 内门畅通气一顺 口喉之间是中庭 庭院清洁是口福 青龙可洞白虎静 庭院虎方济静持 免遭血光不安宁 食人若洗白虎持 七离子散多怪异 内门四片成一串 穿心多病家不宁 走出走入不畏怪 财入财出不流停 外门位置在何方 此事实施真秘法 龙水来朝开龙门 白虎来时中门利 外门千金错四两 四两千金剥杀法 今日混元天机漏 有福有得必可得 救瓶之法内外门 救济之法及时雨 欲救瓶人出苦海 四两千金大法宝 家有离心子与仆 不妨查看内外门 外兄忤逆内不孝 依法改善及救瓶 听堂以大事财库 若无财库家难安 一年四季流离散 日渐愁没有苦脸 齋僧供佛不离除 除造水缸打冰库 其极易除最热闹 吉凶参半移住意 除造古今有差异 古时造口喷火炎 今日造口不冒烟 事故造位不论相 只计造位口冲门 上下厕所化粪池 床铺脚踏更不宜 造后马达转不停 害得家中女菩萨 终日受苦不堪怜 造在粪坑妇女秧 血光药平提不停 可怜一家女猪溃 速速改善出苦离 故前故后才是对 只顾中庭是虚伪 人若有罪无肛门 焉能代谢保平安 世人只知前院要干净 为之后院清洁是智慧 后院白虎凶神宜安静 青龙之方洗神醉一动 祝以害年元月二十四已有日 真经录制此时 是一点二十二分 正逢地震呼应 陆经在天坛内 坐东向西 中央为司令 若有火炉马达水塔 动太悟 必伤全家头脑腰己胜 后门开方前门不相对 此事千古流传又失传 前后中门即利尺 以和鲁班先师文公真妙法 财本之位最吉祥 和家平安是夜顺 鲁班先师传妙法 世人有福能得用 无德之人自贡高 灾祸临头不知觉 为时已晚不当初 尺寸最计官并诸凶字 安神吉祥可用意 财本之位最相宜 盘龙雇主在家中 楼梯之位是真龙 左龙右虎皆是龙 双龙抱朱皆吉祥 龙水来时虎伴龙 虎水来时龙伴龙 龙藤虎月皆相当 一家幸福常得利 云梦青山如来传妙法 天龙护法慎重来朝祥 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 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 十 以害年迎月二十四日 为时末 九龙围绕地球如戏诸 诸天圣众天人观此锐 相皆赞叹 曰 鬼谷先师大慈悲 南天开门度众生 九龙护诸救世人 普愿众生皆清醒 速速护持真妙法 鬼谷一出定太平 鬼谷先师赴曰 末法时期人偷懒 捷径取巧花样心 前院中央埋粪池 居家败落财见空 速速改换宅后方 白虎怕闹龙怕臭 弱势前后清龙味 粪池埋涉取方便 子女智慧渐渐退 速速改换健身机 饮水思源人应知 水塔位置要注意 青龙之方龙卷水 白虎安塔附受殃 千里耳通万里眼 电视音响满家庭 享受十方天人乐 吉士家中吉乐国 青龙气势龙盘龙 父母子女具圆容 白虎身世不安宁 吵闹不停家道衰 休息不乱及是禅 坐行卧禅皆是禅 众席修禅是卧禅 入定禅定去他乡 卧禅不离三尺六尺床 床位床向移合风水法 若是违背正法任横行 难保病魔不来禅你身 床头床尾床边不冲门 以免病禅人身永不离 尤其注意床头厕所门 最继无名灾恶年年轻 脚尾厕所门相冲 腹内肿瘤怪病串株连 可怜众生找神医 走遍世间岔路三千里 糊涂糊涂真糊涂 速速改一床位向吉利 人心不足最难医 四处便访买真旗 古董石头满世机 终日忘心只顾医 可怜可怜真可怜 奉劝世人情修心 勿贪勿求心自在 古董宝物现眼前 必是人心阴思古 古来圣贤慈悲心 后人见古因思贤 望子成龙女成凤 龙凤成祥皆吉祥 世人培养龙凤心 往往诸事不如愿 世人苦心力栽培 本是天下父母心 更是天界共同愿 为人子女因知恩 知恩感恩才是人 子女卧室关系大 依法安放苦恼少 床位安排即冲门 头部颈部接不移 尤其厕所门冲床 百病从出客业退 抑制消沉无力气 急得父母忙又忙 床位右手是白虎 最即靠墙白虎昂 凶多吉少长忧愁 子女书桌仪对位 左右背后冲门路 上上下下坐不稳 那来功课会进步 速速依法桌床仪 自此渐入家机好儿女 新婚洞防花竹叶 万子千红满世香 百花飘香朱碧莲 恩爱夫妻献天仙 人间好景本无常 因何生离死别多 只愿因果再循环 更有归房不知错 粉红色类心火大 吵闹争执吵不完 床位白虎靠又强 难保外客不入门 床位厕所门来冲 难保夫妻不分离 奉劝世人多警惕 依照正法情修行 一家和乐见太平 十 天界雷电闪烁之光不停息 虚空之境 瑞霞祥光直冲九霄诸天界 众圣父亲鬼谷先师开示 世人祭祖追思 安神佛为要有正之见 以利苦难众生解除苦恼因 以资众生皆能修行成正果 故赞叹曰曰 无上妙法大道场 灭盘境界一张床 心安一卧千万年 不生不灭正永恒 二十 鬼谷先师父以严肃语气开示众生云 正法难闻又难遇 经此世人应知珍惜人生宝 更应珍惜此生息来意 不畏明来不畏力 只愿体悟人生点点滴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切记 切记 罪业难舍物造业 是人居家共祖共神真妙法 究竟佛祖有缘或无缘 或是安奉财神明立神 每日思索心未停 真是可怜众生未觉悟 方有是坚神佛今生满街牌 列对莫求钱来买 接受供养正家宅 可怜可怜苦众生 望却自心是何方神圣 因何落得今日可怜相 家中供神仙供心 供心供佛一条心 心佛相连是世缘 悟者心是佛陀耶 为悟任而供养满是今生相 四是古董玩具殿 家中神佛真明是妙法 世人误认神佛人世人 方有共佛祈求发大财 今日告知世人神佛法 依法供奉情修行 他日成就亦成佛 观音菩萨法慈悲 大事至菩萨事喜舍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心平直 三清众圣清三读 五老真帝去五浊 玄天上帝法性超越 善恶中道的正果 福德正神妙法行功德 太子元帅妙法性纯真 五染诸邪境 瑶池金母妙法是空性 三观大帝法性是礼让 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在何处 众生依法情修情形的果位 正悟大道神佛在于心 世人未知神佛真妙里 一心外求寻外道 今日开示众生之 家中供佛先公祖 神佛祖先一条心 修心养性情送佛经见光明 正法光明一盏灯 世人速速依此明灯情修情送可开悟 他日利益众生功德无量数 同见清净人间佛世界 鬼谷先师说经已毙 云梦宣青山圣境 清云灿烂虚空界 瑞爱缤纷 天坛九九华山莲华珠盛重 慈楼下殿供赞叹 约 风水妙法经重现 九龙护法土明珠 照耀众生归净土 同振西方极乐国 收经济 经文垂一卷苦海渡群伦 永始群生物常交累劫修 人间超大难世上挽狂流 成婚前诚送和家宝平安 收经赞 先师垂训 风水真经 人间法宝 救度无数 苦海雌行 普利无边 妙法无穷 同灯净土 归一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 玄丰永正天尊 叩拜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 玄丰永正天尊 叩拜 王禅老祖鬼谷先师 玄丰永正天尊 叩拜 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消除塑献业 增长诸福会员成圣善根 所有刀兵结及羽姬景等 西皆净灭除人各洗礼让 一切出资者辗转流通者 献卷嫌安乐先王或超生 风雨长条顺人明西康宁 法界诸涵是同政无上道 本经纪要 本风水真经是直接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居住的问题 而解决问题 居家平安 则无贫困问题 无贫困问题 则社会不幸问题 少年问题 犯罪问题 经济问题等 种种不幸问题 必会减少 则社会祥和 清净人间净土 必然会渐渐接近 就凭救济重要 但被救度的问题 往往与居家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屡正屡厌 不可不尽心 探讨 本经是值得信赖的无上法宝 因为有利于众生 所以 王禅老祖 鬼谷先师师尊 命混源于以害年元月念四日 在先佛寺天坛经修院 焚香恭迎圣驾 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等 在天界传法 混源逐一公路详继 流传世间 谱传天下 广力众生 经执三月念六日是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日 谱天同庆 混源愿以此风水真经 供养十方诸天法界 圣神大如来 祈祷加持 供养此经 及助应流通此经 者皆的平安幸福 更祈求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共同创建 清静人间佛世界 是混源之本愿 禅姬山仙佛寺 祝持混源公术 天运遂赐以害年元月二十四日 已有 为时出克七分 中华民国八十四年 西元一九九五年